我們覺得放A B 不是啊 蕾絲那裏放紫色石 紫色石又不是多麻煩 這裡密一點 漸漸疏出去 有個層次感 隨便吧 就你了 兩夫妻一起打理生夜 難免意見分歧 甚至出現爭拗 Jerry和Rainbow都會盡量避免吵架收場 沒有的 就等她撈一撈 不出聲 越罵吧 你越出聲就越寫 就是你養我 我又養你 互相諒解 令Jerry和Rainbow減少很多摩擦 其實我覺得當你老婆打你 你再打幾次便可以 就專門不要反抗 兩夫妻和木共處除了隱讓 有共同興趣亦都加深兩人了解 生活亦都變得更加多姿多彩 這裡 我覺得最好找一些共同的興趣 像我們跳舞 去旅行 就可以增加多些大家的感情 就算在磨擦 也可以在磨擦中學習 我覺得現在的人就是 就是欠缺了溝通和大家相對的時間 大家都掛著做事 或者如果你各有各都有自己的興趣 變相處的時間就少了 溝通也少了 兩人都喜歡跳社交舞 還一起拍檔參加比賽奪獎無數 這個獎我們在台灣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那時候過去比賽 因為我們那時候跳舞 不是跳得很厲害 但不知為何那次是獲得獎 跳舞除了是兩人家共同興趣 亦都幫他們建立自己的事業王國 將家裡變成辦公室 自家設計跳舞衣放在網上賣 生意亦都上了軌道 不過夫妻相處得久 難免感情會轉淡 Jerry和Rainbow保存愛情的新鮮 有他們的秘訣 我們去旅行很喜歡買一些精品 例如埃及買的 這個就是奧地利 對 因為有時候你看看 你會覺得這裏是哪裏的 你可以記得你們兩個去過哪裏 我覺得挺溫馨的 我覺得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道